嘉義市第一次第一篇中競賽結局出路 有限年二十五歲嘉義主帝王四賢 以阿和今日不放騙 特地受眾 二名跟三名主和作品 分配是林文棟 以及王俗賓 特地 二十七號在嘉義市的報告官一劳幹部社 基行長辦獎電力 以及收應費 市長王民貴競親自告典來扳發江澤 江振 以及獎金 第一次嘉義市第一篇中競賽結局出路 二十七號在嘉義市的報告官一劳基行 反正正在記收應費 會中間由市長王民貴 辦法獎責 以及獎金 市長王民貴 收山昆鼎各域的福祉甘努力 也感謝王民穿檔案八年前 除了很多藝術鴨電 不同的方式典現社區生命力 並透過駕頭來實施家的社區 台灣很重視教育 台灣就是一個在自由的一個空氣之下 每一個年輕的孩子又能夠去挖掘社會的力量 找到一種他所要呈現的故事來影響未來 我想其實戲劇本身 或者我們透過攝影 透過影片 透過詩 歌 文學 通通都是可以來影響的 我相信今天我們的短片獎的頒獎典禮 我們看了非常的感動 雖然只看到了三分鐘的片框 可是每一個都是可以把那些故事都把它放到這裡面 非常感動 你這次受眾提出王世衡 以阿何今日不放片在十部作品中 推映你出台下第一名的素贏 王世衡表示 各種時期 曾經在市長的名匯手中接過一種 因此進派對贏最熱情 雖然在對球電壓網的過程中 有過失敗也曾經想要放棄 但那之後阿何今日不放片之後 也跟自己達成某種何解 好像十年前在市長手上拿了一個獎 然後所以開啟了拍電影這條路 就是那時候高中的時候 就是拿了四張班給我一個獎 然後就開始電影 拍電影這一件事情 然後其實過程當中有非常多還蠻挫敗的時候 也有想放棄的時候 然後拍阿何的時候其實有一種在抉擇要不要放棄的時候 然後拍完之後有一種算是和解 然後透過這支影片其實也是很想告訴很多人說 其實加一其實這個城市很有電影感 對 就是其實這個城市就是一部還蠻棒的電影 對 冰心團代表的名參表時 這一次參賽的十個作品 都有很大的追蹤表現 雖然余生優涵 但品質率是最高 參加精算的作品 每一部包括文章 定公和真一手法都相當實驗 這樣的時代來比賽你要靠什麼呢 除了這些基礎之外 真的真的要有非常細膩的創意 能夠找到看到別人 連想都沒有想到的故事跟方法 然後切入很感人的故事 能夠引起更多人 對你的支持跟同感 然後甚至像市長說的落淚 這個力道在非常競爭的 城市競爭 很多城市在辦靈展 然後很多導演在拍片的情況下 更是最最重要 因此如果你覺得很有熟練的拍攝技術 你很會滑軌 你抓腳很厲害 或者是說這個氣氛 特效的運用很好 加上這個的上面 要有不可思議的創業 你才能夠勝出 該市長文化教師都辦理 北平精算活動 欽全台總共五十多 團隊報名參加 民進方式分抽選 割選和割選 跟割選定三個改大辦理 競爭紀烈 並邀請賀明川 謝光誠 以及登進穩定得恩 帶領民進團 收獎獎金十萬塊 二獎八萬塊 三獎五萬塊 這什麼地方面對其彩虹 補得 透過公共運輸的推動 來尋找整個城市的生命力 一般公車它是 換檔式的光 公車它有時候會這樣子 這公車不會 我們把它當旅遊的工具來走走看 要花個二十幾分鐘 把這個小站的附近繞一圈 我覺得就還滿夠了 要搭公車 然後來玩嘉義這種感覺 來試試看這樣 我覺得新的電動公車空間比較寬敞 然後座椅的高度也滿舒適的 不會受到天氣的影響 就可以到很多地方 然後現在班次也比較密集 每三十分鐘也一班 所以就比較多機會會達到公車 老年化社會的時候 那城市裡面的長者 相對來講就比較多 讓他們去使用私人運具 其實是相當危險的 願意有一些人先出來支持公共運輸 然後公共運輸 因為有這些人的需求 市政府就可以投入更多的資源 然後提供更好的服務路線 那這樣的正向的循環 才會開始啟動 嘉義市政府能夠在這一連串 可以帶動正向循環的起點 先以公部門的角色 啟動這樣的一個循環 我覺得這是值得大家共同肯定 跟讚許的 當然是多一個選擇 一人就認得出來 很漂亮 我覺得很心理 推薦朋友來搭 對 全靈共享 世代宜居 嘉義City 嘉義市